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常你会觉得好像敬拜赞美就是要很大的一个band 或是师班或者是一大群人 其实当你发现说你自己一个人就是唱着歌或者听着诗歌 完全不顾他人的眼光 就是把你的心摆出来 就是非常专注的在那个敬拜跟赞美里面 你会发现也会带下神的荣耀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音乐才女 她所创作的诗歌非常非常的多 都是大家很喜欢也耳熟能详的 那这首诗歌就是这样子的 敬情的敬拜 来听听诗宏美她的创作故事 记得有一天早晨 我正在家中灵修祷告清静神的时候 后来我就唱起了一首呼求的诗歌 当我正唱到很热烈很激动的时候 可是心里突然有一个声音说 孩子你不用再求了 我都已经听见了 你单单来敬拜我吧 我吓了一跳 怎么会这样呢 不用再求了 单单来敬拜神 于是我就坐在钢琴前面 安静我的心 把心思意念都专注在神的身上 我就开始弹琴来敬拜她 那阵子我刚好在读一本书 是由Darlene Chick所写的 Extravagant Worship 于是我就在那尽情的来敬拜神 当我口里唱出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 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的时候 我的眼泪便不由自主的滑落下来 我跟主说 主啊 让我一生都能够尽情的来敬拜你 后来便完成了这一首 敬请的敬拜 耶稣 耶稣 圣洁公益救助 彰显神的智慧能力 你的爱适合的张阔高昇 我一定会福尽成多黄 com 你别的因为是発祝能力 你的爱适合的张忽 你别的爱适合的张音 我要消失能力 我买你 我一生都要消失能力 油尽有灵士 我们也要消失能力 我感觉你会背后 要坐向深爱我的主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 用生命来回忆你的爱 我的主 让我淡淡在乎你 静静地敬拜你 耶稣 身体永远救出 彰显 神的智慧能力 你的爱 适合的 成阔高显 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 耶稣 全兵通关 万有陪的 荣耀珍贵送赞 我以心灵前世 轻轻敬拜 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 用生命来回忆你的爱 我的主 让我淡淡在乎你 静静地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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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抬起我的心来敬 ouais 我静静地敬拜你 我使我的心来敬拜你 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 我的主让我等待在乎你 尽情地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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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尝试写歌是在我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正是校园名歌非常盛行的年代 我读的是音乐系很喜欢音乐 就想未来试试写一首校园名歌 大概是想要记录当时青春年少的心情吧 至于我第一首真正有在教会当中传唱开爱的诗歌是 《主我可慕你》 记得是在1994年 刘童牧师带领着敬拜团队到南加州的Einheim Villar 参加连续三天的敬拜赞美特会 记得特会当中有一首诗歌 很触动我的心 歌名是Light the fire again 歌词道就是说 不要让我们的爱冷淡 不要让我们的意象灭亡 主啊我呼求你再次将火焰点燃 当我在特会中唱了这首歌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有一个相声的祷告 我说主啊 求你为我持守那起初的爱 将我心里面的灵火再次眺望燃烧起来 使我成为心中有火的人 在那次特会当中 我的眼界大开 心里面对神的热情 也被大大的点燃起来 我回家以后 那段日子天天谈情 敬拜赞美神 神让我很清楚地知道 那在我心灵深处的空缺 唯有主耶稣自己能够填满 也唯有主耶稣是我一切侍奉的动力 和生命的泉源 所以后来我就写下了这一首 主我可慕你 在我心灵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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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有云空缺 只雪 SOUND novirs 寡藏 唯有主耶稣能 massive 为主耶稣能重溃 充满我感�습 mankindמן心悦 然 division 如今我神知 现在盟深 macro ゆ patience 祢是圣母神 祢字視生命全�ient 祢这是生命全員 求主为我执手起初的爱 别让我心再冷淡 我渴望你 我需要你 我愿进入你的痛残 祝求你来 信我信 我就快跑跟随你 我渴望你 我需要你 我愿进入你的痛残 祝求你来 信我信 我就快跑跟随你 吹听我呼求 赐给我活人的心 在我心身处 存有一空缺 唯有主耶稣能充满 充满我感恳心灵 如今我深知 你是生命圈圆 求主为我执手起初的爱 别让我心再冷淡 别让我心再冷淡 我渴望你 我需要你 我愿进入你的痛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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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求你来 吸引我心 我就快跑跟随你 我可牧林 我需要你 我愿进入宁宫宰 祝求你来 吸引我心 我就快跑跟随你 我可牧林 我需要你 我愿进入你的宫宰 祝求你来 吸引我心 我就快跑跟随你 吹听我呼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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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踢我不久 追踢不久 赐给我火热的心 您喜欢写歌 却没有地方可以分享吗 您乐意祝福别人 却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吗 现在机会来了 将神给你的感动 化为美丽的音符 不要再犹豫了 现在就展开行动 期待听到您的作品哦 不管是祷告 不管是唱歌 或是就只是在那里 闭着眼睛思考 其实这些都可以是 敬拜里面很美好的一环 当然我们更希望 你能够把你的创作 把你的敬拜 变成一个很棒的诗歌 让更多的人 在你的诗歌里面敬拜 欢迎你加入我们 一起 来 向主唱新歌